珠海航展就要来了 今年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呢 我个人比较好关心这个飞鸿97中程高速隐形查达一体无人机 有人说将来它还很可能会成为千二零的中程辽机之一 欢迎来到张斌观察 我是张斌 2021年航展的时候 这个飞鸿97是以模型的形式参展的 所以呢挺期待今年是能看到这个时机的 这一眼看上去啊 飞鸿97和这个歼20颇有这个神似之处 很明显呢 它非常注重这个隐身性能 是想追求一种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来无影去无踪的这么一种境界 有人就分析呢 飞鸿97与其他的查达一体无人机啊 有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 它很可能要执行的是第一波打击 也就是突方踹门的这个任务 它是作战的第一波力量 然后才是第二波 包括那些查达一体的无人机啊 还有电子战的电抗无人机 进行这个电磁压制等等等等 飞鸿97啊 它说起来它还是一个套娃啊 它是大无人机里面 带着小无人机出战啊 它的机身弹舱能带12枚 飞鸿901巡飞弹 其实就是一种小小的 一种自杀无人机啊 这是一种布散型的 空中智能精确打击弹药 即着侦查多摩制导和攻击 多种手段与一体 投放后呢 它可以自动的自主的组网编队 形成广义攻击风群 对目标实施多域多项 立体精确破袭打击 那更让人关注的是啊 未来还可能成为啊 双座歼20的辽机呢 这就是什么呢 大套娃里面打开车套娃 再加一个套娃 这套娃加套娃了 而事实上呢 在未来啊 随着无人机普系的完善 无人机以及有人机和无人机的这种配合 在战场上 它真的就会像波套娃这样 一层一层的来使用 出现在战斗的每个阶段 飞鸿97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使用了比较先进的 智能蒙皮感知系统 如果咱们仔细看看啊 就在这个机身前部的两侧 好像啊 这个贴上了几片膏药 这就是柔性贴片的传感器 让机身更加的平整 隐身性能更好一些 能够实现在隐身条件下 360度全覆盖的光学和电子侦察 具有更强的战场感知能力 在2021年的航展上啊 咱们已经可以看到 在不同的这个产品上 特别是无人机上面 都使用了这种贴片传感器和雷达天线 咱也不清楚 展出的这个具体是 已经装机应用了呢 还是说它是做一种示意性的一种展出 不过呢 未来啊 这个各种传感器 包括甚至雷达的这个天线 这个发展趋势之一呢 就是柔性贴片天线 所以看来啊 飞鸿97在这方面 它做了一个引领性的尝试 除了直接打击之外呢 这飞鸿97还能在1000公里作战半径范围之内呢 快速的抵达战区 能够在6小时以上啊 全天时全天后 全疆域的执行这种战场侦察监视啊 目标精确定位啊 还有电磁探测压制啊 和这个毁伤效果评估等等这些任务啊 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 飞鸿97那不只是一个无人机了 它还是一代高速的隐身多用途平台 以上ة响 估麻 Glen 我就各位ğıen 这个毁伤效果评估